FINAL冠軍戰 47公斤量級 小高男子組的半接觸冠軍戰 范凱智跟張家瑋 用頭套來做區分 親方是張家瑋 這裡是給藍方分 不過剛剛因為鏡頭角度的關係 看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怎麼得分的 這個看起來力道馬上被組成的力道 力道過重 畢竟比賽可以再打 但是這個傷人就不太行 當然對於冠軍戰 當然選手心裡面的壓力可能也稍微比較大 剛剛選手都非常多 面色很重 所以現在看起來還是平手 最後又讓范凱智這邊拿到分數了 2比2 兩人的交鋒也是非常的迅速 看起來是剛剛紅方教練稍微跟教練確認 紅方教練跟廠商裁判稍微確認一下一些規則的細節 先等一下換嗎 等一下換石 等一下換石 要那一陣子 7 1 2 2 1 2 2 3 3 3 4 上方選手就展開了踢裂的攻防 兩邊選手都非常的挺順 第二回合到只剩下30秒 兩位選手都還是 范凱茲這邊有了 抓到了對手的困擋 對 現在4比2 兩分 兩分的領先 最後10秒鐘 張家瑋現在要靠腿閥 有一分 但是時間結束了 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范凱茲剛剛就已經直接是退到了後面 對 把這一秒鐘消耗完 范凱茲 今天的第一位冠軍出爐了 是我們 47公斤量級的半接觸小高男子組冠軍 范凱茲 這場比賽 兩位選手展現出來的速度與力道都非常的不簡單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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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